韩国媒体韩联社记者提问 随着韩朝商店下月举行首脑会谈 朝鲜表明无核化意愿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同朝领导人会晤 近来半岛局势出现比较大变化 在这情况下中方对解决办的问题有何期待 将维持发挥何种作用 中方是否还会继续推进流放会谈 解决办的问题 谢谢 我是与 Йون哈ب 我跟上方的云哈ب 有了成功的发展 市职兵人作词 彼此刻明我需要不问 请本来和 国잔的关系 和 什续 国잔有关 和光一ní 法亚 和 也支持一切有利于通过对话谈判 来解决朝核问题的各种努力 中方为此会做自己的努力 也会尽最大努力来推动维护 实现半岛武核化 保持半岛和平稳定的主张 我们希望看到 也希望各方拿出诚意 复主行动 尽快把朝核问题 拉回到谈判中央来 使文化和半岛和平稳定 能有新的静感 这对有关各方对世界都是好事 同时,在中国的信息中,在设计和实质的实质和实质性的实质 因此,在与其他人的信息中,在与其他人的信息中,在与其他人的信息中 直接和中国的利益有关 我们的关注度是可想而知的 谢谢 这边是美国的关注 是美国的关注 是美国的关注 我们的关注 我们是美国的关注 谢谢